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些過去的觀察 那這些觀察是在波士頓跟 主要是杜柏林 那有些部分是在波士頓進行的 那是使用公民科技這詞而不是使用黑客松這詞的原因 是因為黑客松在那段時間 越來越多變成是商業組織舉辦 那為了商業目的進行的 所以為了要做區別跟對比 所以把主題放在公民科技這樣子的主題上面 那在杜柏林跟在波士頓進行的公民科技的活動 主要都是在Code for America這樣子的概念 或是這樣的模式底下進行的 那在杜柏林他們有Code for Ireland 那在波士頓有Code for Boston 那你可以看到的事情是說 不管是在Code for Ireland或是Code for Boston 他們跟這些 他們都會跟當地的組織 也會跟跨國的資訊企業公司有很緊密的連結 也是透過他們的贊助或是他們的提供場地等等的 那使得這些定期的聚會可以持續的進行 在波士頓他們是每週都可以舉辦一次 那在愛爾蘭的時候他們變成是每個月再一次 然後每個月一次 但同時還有比如說暑假的時候 歐洲人都會出去玩 所以他們暑假的時候就會放假這樣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比較有趣的是說 在這些Code for Boston或是Code for Ireland的運作當中 有很多的政府的人 他們除了商業的人或是 還會有很多是政府的人去參與 所以在這個你們可以看到的這個部分 它其實是Code for Boston的其中一個HackNight 那他們有當地的交通局的人 他們整理了新的數據然後開發了新的API 那透過像這樣的HackNight的機會 跟當地的Hacker說明說 有哪些數據可以提供 可以做什麼樣的運用 哪些技術上的問題等等的 所以他們也很強調這些公民的參與 其實是可以跟政府合作的 那透過這些數據的提供 或者是說新數據的要求 那可以使得他們有更多不一樣的 使得市民生活可以更便利的方式 所以比如說Code for Boston 他們有一個那個 後來受到很多個不同的Code for的分舵 他們當作是案例的那個 The Project 叫做Adopt a Hydrant 那它其實就是說 在地圖上面去把不同的消防栓 標示出來 那每到冬天的時候呢 因為天寒地凍 所以消防栓也會跟著凍住 所以加加戶戶去認認一個消防栓之後 可以讓它不要被雪蓋掉啊 那如果不幸發生火災的時候 那你還是可以水可以使用 那在都柏林的時候呢 在都柏林只要你不是歐盟的公民 那你在那邊工作 不管你坐得多高的位置 或是躲避的位置 那你都必須要去移民局 去移民局申辦你的工作的資料 但是移民局的資訊系統很落後 所以他們並不知道他們要等多久 所以他們都透過他們自己的這個Code for Boston Code for Island 去試圖要去開發一個 預測你今天會等多久的 的Adopt出來 那這個MBTA Ninja 它是Code for Boston 開發出來的系統 它後來也得到 忘了哪一年的那個公民科技的當地的獎項 那這件事情在說的事情是說 這是當地的不同的地鐵的系統 那他們的地鐵系統常常會出問題 所以如果說 所以他們要求政府把這些地鐵的數據 做用開放數據的方式分享出來 那他們就可以即時看到哪邊的地鐵出問題 哪個站有問題 或是地鐵卡在哪個地方 那可以方便他們的市民做更有效的交通的規劃 那還有其他的例子 這個是在杜柏林他們的那個街頭藝術 變電箱的藝術的計畫 那這邊就不多說 因為想要跟大家提的事情是說 除了這些不一樣的計畫 不一樣的project 不一樣的solution被提出來之外 他們也常常是在做的事情是說 如果說我們有這樣一個組織 那我們可以結合市民 結合商業的組織 或者是更重要的事情 結合政府的力量 來改善市民的生活的時候 那這樣的組織需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去進行 那在波士頓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environmental sensing的組織 叫做public love 那他們開始的時候是因為 那個墨西哥灣漏油的事件 所以他們必須要用有效的 他們用DIY的方式去做出來 來夠便宜但是夠準確的sensors 來去看究竟那個污染程度有多大 那所以在這個做的過程當中 當然一部分那個科學的部分很重要 sensing的部分也很重要 數據也很重要 但是除了這些之後 他們發現更多的事情是說 不能沒有辦法去忽略說 究竟是誰參與了這樣的計畫 比如說在墨西哥灣的例子 受到影響最大的人是當地的居民 那當地的居民就會是 特別是那些墨西哥或者是低收入戶 他們受到的影響最大 而且他們會對於當地哪邊 哪些地方需要做感測做檢驗 會知道做為清楚 所以開始去強調說 這些科技或者是這些科學數據的收集 它其實背後有很多的社會因素 必須要去重視的 包括像是gender或是diversity 那不管是各種面向的 包括是族群的等等的 那他們都必須要有機制 去擴大這些民眾的參與 才能夠使得這些 不管是科技的創新 或者是科學的數據的累積 能夠以共有意義的方式來去進行 所以他們會去很強調說 在他們的組織裡面 是不是有足夠的女性的數量在裡面 或者是說他們在招募人的時候 是不是有diversity statements 去強調說 他們對於不同的背景 各種不同的背景 他們都是同樣的歡迎的 那同時他們也會去 這個是另外一個在波士頓的組織 商業組織 那他們會去試的方式是說 他們從商業角度 他們去提供不一樣的獎金 或者是fellowship 來去給這些公民科技的project 所以Mars Challenge 是Massachusetts Challenge 是當地的很重要的startup的 那個funding的機會 所以他們特別去提供 Civic Tech Scholarship 在Mars Challenge裡面 使得像這樣的議題 跟像這樣子的科技參與的重要性 能夠在不是只有在少數人的 或者是只有在特定的群體當中 能夠被重視 而是能夠被更廣泛的去 在不一樣的社會的層面裡面 都能夠了解到說 這樣子的作為是有很重要的意義存在的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說 究竟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科技 以及為什麼要累積這些科學的數據跟知識 更重要的事情是說 這樣的過程當中 我們不能一直強調是好的 或者是成功的 才是我們要求 才是我們想要達到最終的目的 而是像是Public Club 他們在做DIY Technology的過程當中 他們去發現說 其實很多人很願意分享 他們做的過程當中 發現了哪些不好的經驗 失敗的經驗 透過這些失敗的經驗 其實是可以做為更好的 互相學習的資源跟來源 那所以透過這些不一樣的 比如說在社會議題上 或是在gender diversity方面 或者甚至改變所謂的科技跟科學的文化的過程當中 發現的事情是說 要使這樣的團體能夠持續的運作 持續的延續下去 這些機制上面的改變 是同樣也是必須要的 那所以回到台灣之後 我想要問的問題是 持續去瞭解說 那在台灣的經驗是怎麼樣 台灣的G&Me 或是在其他的類似的統治當中 他們是如何再去尋找 或者是尋找自己的方式 自己的經驗 以及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他們遭遇了哪些問題 這些是我在台灣之後的研究 想要繼續去探討的 那所以也希望 今天很高興有認識到一些新的朋友 願意跟我分享這些經驗 跟他們的看法 也希望之後有更多的同伴們 可以樂意跟我分享 那我的部分就大概到這邊 謝謝 我老師要怎麼聯絡 喔對耶 對 要怎麼聯絡 康巴康康 我 我 我 好 需要給你打字嗎 可以打在這邊 這邊有跟組聯絡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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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